世人皆说 我是大小节陆宁霜的白月光 谁也没料到 我应救他双腿残疾后 被他无情抛弃 他设计要将自己送上 金圈太子的床榻时 假情假意地开口 不好意思木凡 你家境贫寒 还双腿残疾 没办法娶我陆家女 我但笑后退 助他心想事成 扭头就去继承了千万资产 他不知道是我才是真正的金圈太子爷 后来在我的订婚宴上 他眼眶发红 盯着我身边的顶流女星 声泪俱下歇斯底里的怒汗 为什么 为什么不肯早点告诉我 你不是最爱我了吗 为什么要瞒着我 跟陆宁霜在一起的第三年 我准备跟他摊牌了 提前一天 在他最喜欢的海边布置了场景 订好999朵玫瑰 钻戒 烟花 准备跟他道歉 并且求婚 之前问过他 好几次关于以后的事情 他总说 害怕家里长辈不同意 我想娶他 想结束我们的三年 所以我妥协了 我在现场 整整等了他三个小时 原本来忙凑热闹的朋友 一个个有些同情地看着我 逐渐离场 他们说 今天晚上 我是等不到自己的女主角了 我不信 坚持在那等着 今年的夏天 好像格外的冷风吹过来的时候 坐在轮椅上的双腿有些凉 坐得久了 后背都有些僵硬 我用手捏着小腿 心底烦躁不已 我这次求婚成功了 我就带着他 一起出国治疗双腿 等好了再带他回京都 他一直想去京都发展 到时候 我带他离开这个小地方 把他宠成真正的大小姐 我等了好久好久 他终于来了 他挽着一个男人的手进门时 脸上不带丝毫笑意 我敏锐地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准备的一切 好像对他来说 并不算是惊喜 他身色的男人 我更是头一次见 我跟他是青梅竹马 自小我跟着妈妈一起生活 我妈是他们陆家的私人衣裳 不少好友调侃说 我是他的白月光 只要有我在的地方 肯定就有陆宁霜这个大小姐 她明目张胆地喜欢了我十多年 终于摘下了我 这朵高领之花 可现在 她却搂着别的男人的胳膊 出现在 我为她精心准备的求婚现场 宁霜 她是 我的手死的握紧轮椅的扶手 尽量让自己看上去很平静 陆宁霜看了看我的双腿 片刻才开口 她叫林景安 来自京都林家 斟酌了半天 最终没有向我袒露 和这个人的关系 到时那男人递了一根烟给我 漫不经心地开口 你好 我是陆宁霜的男朋友 原本离去的朋友 因为不放心 我而折返 是他们还来不及开口说话 就被这个男人的自我介绍 狠狠地惊讶住了 有人见我脸色不对劲 急忙开口替我说话 喂 小子 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会不会说话 你知不知道 陆大小姐从上学的时候 就已经说过了 非木凡不嫁 你到底从哪冒出来的 不会又是一个 有的小钱的追求者吧 这些年来 陆宁霜身边追求者不断 不过也仅仅只是追求而已 她喜欢被追的感觉 但从来没做过 什么越界的事情 所以 兄弟们把这个人 归根到了追求者之一 但是没想到 原本不说话的陆宁霜 却突然怒了 她瞪了一眼 为我说话的兄弟 言辞嘲讽地开口 在这里 哪里有你说话的资格 你不过就是 木凡身边的一条狗而已 凭什么对着我的人 指手画脚 我说过什么话 要做什么事情 还需要跟你请示吗 少在这里狗拿耗子 瞎操心 看着突然暴怒 发脾气的陆宁霜 我整个人僵硬在原地 我从未见过 这样生气的她 这些年 她爱屋即屋 对我身边的人 一向和颜悦色 从不会耍大小姐脾气 所以 大伙对她很是熟络 她原本就长得很好看 五官精致 发起火来 那漂亮的毛子 盛满了愤怒 刚刚那兄弟 一脸不可置信地 指着陆宁霜 有些愤怒和诧异 陆大小姐 你今晚没吃错药吧 不是 你还来真的 陆宁霜扭头没有说话 当时她身旁的男人 搂着她的肩 很是轻易地宣示主权 不好意思 以前双双身边 可能追求者 和乱七八糟的人 比较多 但是现在她身边 名花有主了 以后那些乱七八糟的关系 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 她还刻意看了我一眼 陆宁霜好似 看不见这人 对我的嘲讽一般 无视我的存在 跟她打情骂靠 这一刻 我的心沉到了骨子里 哪怕为救她 双腿受伤 坐在轮椅上三个月 我都没有这样憋屈过 当初受伤的那种疼痛 比起现在心间 如同被刀出一样的痛 比起来 简直不值一提 眼眶 都忍不住有些红了 密密麻麻的痛处 自胸腔往喉咙处蔓延 我接过兄弟递来的烟 大口大口抽了起来 陆宁霜有些不耐的皱眉 她不喜欢烟味 所以直接拉着那个男人离开了 从始至终 目光都不曾为我停留过片刻 风吹起了 玫瑰花的花瓣飘在沙滩上 我感觉眼前的一切 既讽刺 又可笑 这一次 她好像是认真的 原来一段感情里面 真的可以断牙式分手 有人在尽心尽力地 规划着以后 而有人却在想着 无缘无故地离开 这么多年的情谊 我真的心有不甘 哪怕在一起才三年 但我早就在很久以前 就把她放心里了 在我眼里的陆宁霜 漂亮大方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 朝气蓬勃的生命脸 就像一朵向日葵一样 早就在我心底生根发芽 现在突如其来地让我放弃 我真的很不甘心 兄弟 将我推回了家里 我们早在一年前就同居了 这几天 陆宁霜一直没有回来 以为是入室工作忙 困住了她 还想着求婚 为她放松一下心情的同时 再给她一个惊喜 再看来 在我心疼她的时候 她早就跟别人勾搭在一起了 有些离开 好像是有迹可循的 今天下午 她明显就回来过了 衣柜空荡荡的 洗漱台上 也没有了属于她的东西 原本就很郁闷的心情 暴躁到了极点 我砸了很多东西 喝了不少酒 企图忘掉她 但是不行 人非草木熟能无情 在感情里的 我就像个废物一样 拿得起 放不下 不甘心 也接受不了断牙式的分开 所以我恬不知耻地又跑去找她 可是我在她家楼下吹了好久的风 她都不曾出现 甚至是一遍遍地拨打电话 都被她无情地挂断 我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样放弃回去的 我真的就像个废物一样 浑浑噩噩地待了三天 直到听兄弟说 他们将人约了出来以后 又像个舔狗一样 没有尊严地赶出去 我想为这段感情 做最后一次挽留 起码让我知道 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就在我准备推门进去的时候 里面传来了争吵声 浩子愤怒地质问 卢大小剑 你别忘了 是你自己把木凡当初为了救你 受了那么重的伤 她到现在都不能正常行走 你一直把她当成 心肩肩上的白月光 可却在这个时候说 抛弃就无情地抛弃 你还是个人吗 不是因为你 她会变成这个样子吗 你好好想想 如果没有木凡 差点失去双腿 变成残疾的人 就是你 她在拿命护你 可你呢 这么做良心不会痛吗 我鬼使神差地停住了步伐 我也想知道 她到底怎么想的 够了 你们一群大老爷们 围着我一个人倒的绑架 有意思吗 当初她自己扑过来救我的 我又没有求她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让她救了吗 这一刻 胸腔内炙热的心脏 好像停止了跳动 我怎么也没想到 她竟然会是这样的想法 僵硬在原地 总觉得小腿的伤 好似又在隐隐作痛了 说完这些的 露宁霜推门出来 差点将我撞翻在地 我握紧轮椅 在兄弟的帮助下 才稳住身形 面对我的狼狈 她看都没有看一眼 直接冷漠离去 就好像是个 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一样 这一刻 我很没出息地眼眶湿润了 整个人难受到身体颤抖 刚伤了腿的时候 医生说 很有可能就站也站不起来 当时露宁霜 就像那小太阳一样安慰着我 站在我身后 替我推轮椅 她说 木凡 别怕 如果真的站不起来 那我就当你的双腿 那这些话呢 是良心过不去后 随口一说吗 后面好几天 露宁霜开始高调地秀恩爱 两个人亲密无间地 出席各种场合 而我这个昔日的穷酸白月光 成了众人眼里的笑话 我心如死灰 彻底放弃 连夜买了离开这里的机票 上飞机前 她很难得地 打来了一通电话 我看了半场 接通 不好意思 木凡 你家境贫寒 还双腿残疾 没办法娶我陆家女 她倒是开门见山 直击痛点 我一言不发 她接着假情假意地开口 你知道的 陆家一直讲究门当户队 爸爸也跟我说了 若这次警安带我回京都后 能进了她凌驾 才算是陆家女的使命 身在陆家 我也有着太多的身不由己 所以木凡 你可以理解我的对吧 陆家的女婿 绝不能是穷酸的残废 我不能眼睁睁 让别人笑话我 所以 我们结束了 那一刻 我恍惚到浑身颤抖 张了张嘴 很是尖色的开口 可你不清楚吗 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口口声声说 会做我的双腿 可是现在又在 字里行间的嫌弃 我是残废 木凡 你是在怪我吗 可是我也没让你来救啊 你不能因为这个赖上我吧 她有些紧张地瞪着我 好像生怕我赖上一样 我以为你那么聪明 可以理解我的身不由己呢 哎 这一刻 我突然很想笑 爱了这么久 我到底爱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把爬床说得如此轻巧 还想让我理解 我无言以对 见她还准备说些什么 我不耐地打断了 有什么东西在心底掐灭之后 我对她好像起不了丝毫耐心了 好了 那就祝你得偿所愿 我挂断了电话 一步步靠安检口走去 只是心就像是被刀子扎一样 痛不欲生 之前腿当受伤的时候 陆宁霜有个追求者说我是个残废 羞辱我 逼我离陆宁霜远点 她说 那你以后站起来了 又能怎样 一个瘸子 压根就不配站在陆小姐身边 那次陆宁霜扇了那人一巴掌 向来注意形象的她 在公众场合动粗 那以后 她的那些追求者 再也没有到我面前蹦跌过 也没人敢说 我是残废 我怎么也没有想过 这两个字 有一天会从她嘴里听到 坐在飞机上的时候 我烦躁得要死 这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 就好像集中在一起了一样 往我脑海里蹦 因为我腿受伤后面的这段时间 总是在康复医院 我迫切地 想要早点恢复 作为一个大老爷们 总是窝在轮椅上 真的快变成废物了 原来所有的离开 并不是无迹可循 之前的时候 兄弟就提醒过我 他说 木凡 你最近跟陆小姐见面没 我跟你说 可得小心一点 别被人挖了墙角 这几天 我可是看见陆小姐 跟一个男人出入西餐厅 有点平反 两个人还去看了电影 只可惜 当时我太自以为是了 并没有放在心上 总觉得我们之间认识太久了 那么多年的情谊 怎么可能比得过 跟别人的两三次吃饭 当时我还在很坚定地说 不怕 我信她 现在这个巴掌 打得还真是啪啪作响 一想到她会出现在 别的男人床上 还会跟男人订婚 我的心脏 就好像被一双大手 死死捏住一样 无形之中的压迫 人呐 我痛得有些喘不上气 耳边一直回荡着她那句 我们结束了 陆家女婿 不可能是一个穷酸的残废 她不耐烦的样子 全在我脑海里 一遍遍回放 像刀子一样 狠狠刺痛我的同时 也在比我放弃 圈子里都说 我是她的白月光 跟她情比金尖 这么多年 我们一同 去过好多地方 也一起分享过快乐和喜悦 在我心目中 那个善良 永远开朗温柔的女孩子 怎么就变心了呢 金钱和家事 真的就有那么重要吗 用这些痛苦 来忘记过去时 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从今往后 再见就是形同陌路了 我会逼自己去放下 大老爷们 就该敢爱敢恨 我一个人回了京都 继承亲身父亲的财产 他对我妈 有着愧疚的心思在 对我很好 知道我的行程 特地在机场等我 儿子 这么多年你 终于肯回来了 爸真的很欣慰 我扭头看向远处 没有回应 怎么可能不怨他呢 我妈临死前 都没有等到他 可是他却一点都不怨 我这个男人 还说 他有太多身不由己 我安排了国外的专家回来 你先好好休息 下午他们就来这里 踢你一腿 见我脸色不好 他急忙解释 儿子 你就听爸的成吗 我怕你一个人出去 每一个人在身边照顾 不放心 在家里好些 听过很多关于这个林氏总裁的消息 有人说他雷厉风行 有人说他心狠手辣 但是这一刻 我并不那样觉得 他就像个寻常父亲一般 让我不忍伤害 我只是轻微点头 他就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手舞足蹈 你好 小少爷 我叫陈玉 智玉的玉 小少爷别怕 我一定能让你站起来 我别扭的侧身 眼是尴尬 他却丝毫不在意 蹲下身就替我挽起裤腿 动作熟练地替我检查伤口 我生怕小腿的伤吓到他 神色都有些不自然 不过他浑然不在意 认真的在小腿摸索 之前那两个疤 虽然已经愈合了 但是还是很猙獰可怖 我还记得陈玉霜第一次见识 眉头紧锁 脸色都有些苍白的样子 他全然没有 陈玉霜不敢也不愿碰的地方 他用手轻轻去触摸 神情严峻到 让我都忍不住胡思乱想 阳光照在他身上 显得他整个人特别柔和 我一开目光不敢再看 他很仔细检查了好久后开口 小少爷 没关系的 给我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我一定能让你尽快恢复 那一刻 他自万丈光芒中而来 驱散了我憋屈了好久之后的黑暗 陈玉在凌家住了下来 不过比起我这个凌家的少爷 他好像比我还要熟悉凌家 早早地忙活在厨房 我以为他在搞古自己爱吃的饭菜时 却意外发现 端上桌的全是一些高钙食物 他笑眯眯地看着我 眼底带着我看不懂的光芒 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就给你做了这些 你的伤需要多补充一些高钙饮食 我有些不自然的点头 就算是刚受伤的时候 也没人主动替我细心做饭菜 好了 小少爷 不用太感动哦 他落落大方的样子 倒显得我像个小女子一样 后面的这些日子 我渐渐习惯了他在身边 不能出去上班 要在家里安心养伤 总是枯燥又无聊的 陈玉就像个叽叽喳喳的小麻雀一样 在我耳边念叨 小少爷 你不好奇 我对凌家为什么这么熟悉吗 他话很多 还很爱笑 每次笑起来 都有两个小酒窝 很漂亮 很漂亮 算了 我勉为其难告诉你吧 看着他傲娇的模样 我忍不住跟着笑出声 大可不必 不不不 我就要告诉你 其实吧 我是个孤儿 我听林叔叔说 然后我们两个还见过 你肯定忘了吧 我想不起来 确实忘了 听妈妈说过 原本我们也是在京都的后面 才搬去了南边 哈哈 很巧 我也忘了 不过 我听大伙说过凤阿姨 所以我小时候的梦想 就是像凤阿姨那样 当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 我没想到 他的职业 竟然还跟我妈有关 你看现在 我终于做到了 林叔说了 我以前是凤阿姨资助的孩子 后面由林叔接手了 小少爷 等你的腿好起来 我们回南城那边 看看凤阿姨吧 这一刻我心底动容了 不过是点头 又摇头 等你什么时候 开始喊我名字 什么时候再说吧 我不喜欢他 张口闭口 喊什么小少爷 他高兴地在原地蹦起 哇塞 你同意了 笑 不对 林沐凡 你真好 看着眼前洋溢着的青春笑脸 我有些恍惚 有些记忆 好像不用刻意去忘记 就能慢慢地消散了 以前也有人总说 沐凡 你真好 和现在相比 好像也差那么多味道 陈渔开始愈发像的老妈子一样 一天要做什么康复 要吃什么药 早中晚吃什么 他都管得很宽 越来越熟悉后 我才发现 他不仅仅是医生 像他说的 拍戏是跳槽 他去剧组拍戏 去跟品牌方交接广告时 总会无耻地把我当司机 我乐意至极 全当打发无聊时间 毕竟我也不想一直待在林家 那会很无聊 整天都有看不完的文件 自从我来了 以后就没消停过 父亲有意放权 培养我一手掌管林氏 有一些老股东难对付 我一刻都不敢松懈 就像妈妈说的一样 我永远是林家的独生子 这里就算再生分 也是我的家 好在这些枯燥又漫长的日子 陈渔时不时在身边 他倒一点都不拿我当外人 说使唤就使唤 我们两个的关系 很是微妙 之前还被狗仔拍到好几次 闹出了一些绯闻 不过陈渔并不放在心上 依旧我行我素 一点都不像个顶流明星 用他的话来说 林木凡在林家的时候 我是你的医生 我为你服务 现在出来了 你能不能把我当个小明星 给我当粉丝 被我使唤 跟我在一起 你难道不觉得很刺激吗 看着他圆鼓鼓的腮帮子 我笑了 堂堂大明星 幼稚的像个孩子 嗯 行 刺激 我现在已经可以自己站起来了 走路也不成问题 就是时间长 伤口处还是会痛 换做以前 我都不敢想会恢复的这么快 这一切都亏了他 所以 对他的要求 只要不是很过分 我都会答应 妾 林木凡 你话能不能多一点 多说几句 能死吗 真的是 不过 你跟刚开始不一样哦 刚来林家的时候 你就跟着木头一样 那脸深沉 现在嘛 倒像个合格的高冷霸 总气质都不一样了 走吧 今天剧组那边的戏早就 加班拍完了 出发去南城吧 我愣了一下 调转了方向 是该回去了 洗掉穷酸 残废这些词 重新回归 南城好像一切都如旧 我带着陈玉去了墓园 出来后 我联系了以前的兄弟 一起聚会吃饭 咦 林木凡 你小子喊你朋友干啥 一起吃饭 难不成想将我公开 也是 整个京都都在说 你林木凡是我男朋友了 南城这边也该知道了 我刚刚也告诉凤怡了 我会替他照顾好你的 你就放心公开吧 看着他有些神经大条的样子 我很想笑 并没有反驳 反倒在脑海里 认真思考了起来 比起在京都选一个联姻对象 倒不如选陈玉呢 我迅速定好了包间 陈玉把自己伪装的 严严实实地 专门跑去换衣服 按他的话来说 见我兄弟 给穿正式点 不然兄弟会觉得 嫂子不漂亮 他向来有主见 我也不好打断 只是没想到 陆宁霜竟然会来 原本都在 住和我恢复的包间 因为陆宁霜的踏入 气氛都变得有些冷场 他捧着一个车钥匙 还有一张卡走近我 看见我时 眼底有些惊艳 身上香水很重 和以前不一样了 脸上的装很浓 穿着也很性感 我皱眉不着痕迹地后退 穆凡 这些日子 你到哪去了 这么久不回来 躲完起了吧 那我们就和好 行不行 他笑着很温柔 就像是在说什么情话 他将手里捧着的钥匙和卡 递到我面前 我莫名觉得讽刺 和好 怎么和好 陆大小姐 不是觉得我这个穷酸残废 不配做你陆家女婿吗 我坐了下来 烦躁地点了一根烟 嘴角有些自愁 我以前可能真的眼下 我有种直觉 后面他蹦不出什么好话 穆凡 你站起来了真好 虽然我不能带你回陆家 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在一起的 他的话宛如惊雷披下 让全场都开始喧哗 窃窃私语 哼 陆宁霜 你可以滚了 我吃笑着看着他 一副认真的模样 真觉得自己以前眼下 我可以在物质上补偿你的 不要生气了 好不好 我都已经这样跟你服软了 你还要怎么样吗 他先是一惊 大概是没想到 我会骂他滚 随即情绪变得愤怒 激动甚至不耐起来 作为一个大男人 你能不能大度一点 非要闹得很难堪 才罢休吗 呵 真够可笑的 我闹得难看 他竟然有脸说出来 陆小姐 那今天当着大家的面 我也把话说清楚 我有女朋友了 她叫陈玉 我们会结婚 至于你 从哪来 滚哪去 陆小姐不是喜欢 京都的富家少爷吗 认识一场 我提前助你帮上大款 还请陆小姐 以后少出现在我面前 看着碍眼 说完我端起一杯酒一而尽 看着她脸色铁青的样子 心中顿时舒畅了不少 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说 陆宁双气地浑身发抖 她应该做梦 都没有想过 有一天我会这样 明目张胆地拒绝她 她气得拿起一个酒瓶 直接摔在地上 吓得周围人大气都不敢出 本来就烦 这些更是烦躁到了极点 我冷冷地瞥了她一眼 陆小姐 这里不欢迎你 别在这耍你的大小姐脾气 没人惯着你 哟 怎么了这是 林木凡 你不会欺负人了吧 姗姗来迟地陈玉推开门 脸上挂着笑意 她靠近时 身上干干净净的 那些乱七八糟的味道 让我眉头舒展了些 尤其她很巧妙地 将我和陆宁双隔开的动作 让我心底很舒服 她带着得体的笑容 扫了一下现场 又细血地看着 被陆宁双攥在手里的钥匙和卡 细血出声 咦 这位姐姐是想包养谁吗 不过这钥匙 也太低档色了吗 就这也不好意思拿出手啊 我丢 林木凡 她想包养的人不会是你吧 笑死我了 大姐 她可是林木凡哦 别怪我没提醒你 把你卖一万次 都不够保养她半年 何况还是这么低档次的东西 她刻意咬中了低档次三个字 让陆宁双脸都气绿了 你是谁 凭什么在这里指手画脚 陆宁双画音落 就有人惊讶尖叫 啊啊呀 我看错了吗 大明星陈玉啊 我的天 木凡 你刚刚说的女朋友陈玉 不会是大明星陈玉吧 我靠 我不会再做梦吧 我兄弟竟然泡到了大明星 真的假的 我有些头疼 这些人反应也太强烈了 一个个激动的 像见了偶像一样 不过陆宁双的脸 扭曲成了猪肝色 陈玉夸张的 跟兄弟们大招呼 心头的烦躁一扫而空 陈玉很自然地挽上我的胳膊 率先开口 要不我们换地方玩吧 在这个地方 跟某些渣女在一起 空气都不清晰了 聚会结束时 我喝了不少 有些微醺 一旁扶着我的陈玉 依旧像小麻雀一样 叽叽喳喳扶我回酒店 大哥 你看着不胖 怎么种的就跟一个肥猪一样 真的是不能喝 就少喝一点吗 真想把你丢在这里 我没喝多少 后面的酒还全都是他帮我喝的 嘴上就要抱怨的 但是小小的身体里面 却好似爆发出了很多力量一样 将我扶到了酒店 我有些恍惚 嘴角却在不着急的上扬 躺在床上听着他絮絮叨叨的说 又任劳任怨的替我脱鞋 总觉得岁月静好 有陈玉在 就好像所有的烦心事 都能一扫而空一样 脑海里全是这些日子 我们一起 相处的画面 不知不觉 他已经处处填满了我的生活 在我面前 他从来不像的大明星 身体有些燥热 我扯了扯领带 扭头却迷迷糊糊 看见他捏手捏脚 趴上了我的床 嘴巴一张一合 还在嘟呢 林木凡你说 你看着这么帅 有没有腹肌呢 我今晚辛苦了这么长时间 能不能从你身上淘点利息 后面说的什么 我听不清了 只记得我堵上了 他一张一合的嘴巴 很软很软 我愣住了 嘴巴里全是他的气息 整个人好像愈发燥热了 不过某人直接狠狠地 搂住我的脖子 加深了这个吻 酒香味在两个人 唇齿间蔓延 吻得情迷意乱时 谁都没有刹车 他应该就没给我那个机会 还在含糊不清的嘟囔 林木凡 可是你主动送上门来 先勾引我的 我跟陈玉 是在回京都后的第七天 确定恋情的 他跟他的工作室 忙着宣布官宣 我跟父亲商量订婚的日子 他把官宣放在了 自己的杀青宴上 宣布恋情 打电话跟着我这事时 娇滴滴地向那小姑娘 宝宝 我好紧张哦 等我官宣完 所有人就都知道 你林木凡是我的了 不过一想到 不会再有乱七八糟的人 惦记你了 我就超开心 我不由地停下手里的工作 嘴角上扬 小祖宗 难道这个时候 你紧张和关心的不应该是 公布恋情以后 会不会掉粉吗 对于他的脑回路 我真的是哭笑不得 好像在南城那次早上起来后 他红得像只大螃蟹一样 吞吞吐吐半天说 林木凡 你要是实在不想负责 也没关系的 大不了我多泡你几次 让你同意跟我在一起以后 我再对你负责吧 床上还有一抹鲜红的血迹 就像他一样 可爱到 让我心肩暖暖 那一刻 我无比庆幸 自己干干净净地跟他在一起了 我的心也正是腾空了 如今住进来的 全是陈玉 在我们投入各自的忙碌中时 我收到了一条 关于南城来的视频 是兄弟发来的 陆家宣布了 陆宁霜将跟林锦安订婚的 消息 对外都说 林锦安来自京都林家 木凡 你小子可别难过 要好好对我们大明星 至于那些过去的垃圾 该丢就丢 对了 你不是跟着大明星去京都了吗 你知不知道 这林锦安是哪根葱啊 现在南城这边的人都说 这小子低调 不肯显露身份 按我说 他就是遮遮掩掩的 见不得人 我对林锦安不感兴趣 但凡跟陆宁霜有关的 半句都不想听见 所以 只是敷衍了几句 但我没想到 他们订婚都能扯出我 有人扒拉出了我之前 在工地救下陆宁霜的视频 将我这个被人遗忘的白月光 又给拉到了明面上 对此 陆宁霜只是在公众面前提及 说我已有了自己的女朋友 我跟她只是普通关系 各自婚嫁 好多人都在视频下面评论 众说纷纭 我听说 上次陆小姐给了她一大笔补偿呢 在那个穷小子腿受伤以后 我早就觉得 那个穷小子配不上陆小姐 现在好了 他们分开还真是皆大欢喜 要我说啊 那穷小子之前就是想吃软饭 绑上陆小姐这个附加千金 结果在林先生出现后 自残行贿 不好意思再出现 才拿着那笔钱走了应该 就是 就是 兄弟几个气得 在下面评论反驳 我吃笑着 丝毫没放在心里 这些言论对我来说 压根不配我去在意 任何跟陆宁霜有关的 都算浪费时间 陈玉官宣了 这次全球直播在网上 掀起了一大波热潮 粉粉开始扒老的背景 有人科CP 也有人不看好 不过这些言论 我们并没有在意 我在现场看着陈玉 在台上闪闪发光 心底有些紧张 不由地握紧了钻戒 我准备了很多她爱的玫瑰花 借着这个现场 准备跟她求婚 还未上台前 我接到了陆宁霜打来的电话 一遍接一遍 就跟有毛病一样 我不耐烦地接通时 电话那边传来她的质问 慕凡 你是认真的吗 你真要跟那个女人求婚 慕凡 你忘了 她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我不耐烦地打断 这一刻 我是真的感觉她有毛病 明明自己都订婚了 还在这里叫嚣质问 我是不是认真的 闲吃萝卜但操心 陆小姐 麻烦认清楚 自己现在的身份 别再打电话来了 听见你的声音都烦 话音刚落 那边好像呼吸都停止了 我烦躁拉黑了她的电话 整理好着装 等着上台 当场中所有的灯光 都聚集在我们身上时 我一步步坚定地走向陈玉 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 万众瞩目中 我们的订婚也提上了日程 只是这期间 陆宁霜患不同的联系方式打电话 各种骚扰 烦不甚烦 我丝毫都不曾放在心上 直到她一直追到京都 追到林家举办的订婚宴上 她变了不少 没有了相爱时的清冷骄傲 也没了我残废时的不屑和骄纵 人就好像总能瞬息万变似的 她跟着林锦安来的 他们两个已经订婚了 所以 两个人的关系不言而喻 林锦安确实是林家的 不过只是一个小世家而已 做着一点小生意 和南城的陆甲差不多 也算是门当户对了 本来今天的宴会没有邀请他们 不知道陆宁霜是怎么混进来的 我已经懒得去追究了 距离仪式开始的时间还长 陈玉在化妆 我在招待宾客 几乎一眼 看到他们的同时 我就收回了眼 只是陆宁霜凡人的眼神 一直盯着 我躲也躲不掉 我连起嘴角的笑意 很是不耐 陆宁霜就像看不到一样 冷着脸向我走来 全然不顾身旁的男人 脸色难堪到极点 他一把夺走我手中的红酒杯 咬着唇委屈地瞪着我 为什么 木凡 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 相比上次的暴怒置物而言 这次他冷静了下来 他看着我的眼神 夹杂着西纪和难懂的光芒 我不想搞砸今天的订婚宴 不然阿玉会不高兴的 我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这张曾经让我魂牵梦绕的脸 如今已经在我内心 掀不起半点风浪了 我已经放下他了 已经说得那么清楚了 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如果说有 那还是钱 是身份 是地位 陆宁霜红着眼眶 眼巴巴地等着我回答 又不甘心地控诉 木凡 我们曾经那么好 你忘吗 你甚至都在拿命护着我 可你为什么要隐瞒我 如果 如果你早告诉我 我们就不治 我吃笑着打断 声音冷漠到极点 陆大小剑 告诉你什么呢 告诉你我身份尊贵吗 告诉你 我是京都邻家继承人吗 如果今天我还是以前 那个一无所有的穷酸小子 是那个为了救你不惜一切 甚至差点双腿残废的木凡 你会主动找我吗 你不会 再不清楚 我身份之前 你甚至还可笑的 想拿一点钱来包养我 多可笑啊 陆大小姐不是说 我这个穷酸的残废 不配做你们陆家的女婿吗 那陆小姐 现在又凑上来干什么呢 偏要全世界都知道 你嫌平爱妇吗 本来没想到 把事情闹得这么僵的 但她偏揪着不放 一而再 再而三地得寸进尺 我已经给够她面子了 既然还要凑上来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她再也控制不住 在众目睽睽地下 泪流满面 一个劲地摇头 为自己辩解 不 不是的 我没有 不过是到眼前 别人怎么会看不清楚呢 我跟陈玉观勋的视频 发到网上后 掀起了一股热潮 就有人扒拉出了 露宁霜订婚时的视频 我这个被人遗忘的白月光 从穷酸小子 一下子翻身成了豪门继承人 网上那些人 再次众说纷纭 还有人猜测 陆大小姐 会不会悔不当初 也有人扒出了 贾灵少的身份 跟我做对比 这些舆论火的 不要不要的 陆宁霜不可能看不见 可她还是凑上来了 甚至是到如今 还在袭击着 我能念及旧情 可能之前舔狗当酒了 给了她这种自信 木凡 我之前也是逼不得已 我可以立马就跟她退婚 木凡 你才是我心底 最重要的白月光 我只爱过你 她一边哭泣一边摇头 声泪俱下的解释 可笑 简直太可笑了 上次还说我是残废 配不上她呢 知道我身份后 一下子就成了 她的白月光了 真是可笑 既然她想要自取其辱 那我就把她曾经 加注在我身上的羞辱 狠狠地还回去 陆宁霜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 就算你没订婚 我也看不上你 陆家 不是最讲究门当户对了吗 你凭什么觉得 你穷酸到上不了台面的你 能入得了林家大门 何况 但凡你三观稍微正一点 也该懂得放手 你已经订婚了 应该清楚 自己是有家世的人 你这个样子 让你心心念念的林少爷 如何自处 我很是不懈地吃笑 我是个男人没错 但我也是个小气的男人 我可没忘 之前这个自大的林少爷 也瞧不起我这个穷小子呢 啊 这么这样 这个陆小姐 看着文文静静的 怎么订婚了都不安分啊 嫌凭爱妇还虚荣 娶了她的人 也是真够倒霉的 哎 这姓林的 一看也好不到哪去 你没听说吗 她之前假装自己是富二代呢 这两个人 只能说是一样的爱慕虚荣 为人开始七嘴八舌的议论纷纷 带着各种有色眼镜 放在陆宁霜两个人身上 林锦安受不了 直接扇了她一巴掌 咬牙切齿道 丢走 你这个丢人现眼的贱人 我今天就不应该答应带你过来 她毫无风度地当场打人 和之前在南城伪装出来的绅士模样 一点都不一样 陆宁霜的脸颊 当场就肿了起来 被林锦安揪着头发往外扯时 她一脸绝望 用卑切的毛子求助似的看向我 啊 好痛 沐凡救救我 我好痛 沐凡 我不要跟她回去 话音刚落 她又狠狠地挨了一巴掌 林锦安不耐烦地对着她骂骂咧咧 将她连脱带拽地扯向门口 她被捂住嘴 就满脸泪痕地看着我 仿佛把我当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 这一刻 她眼里有痛苦 绝望 崩溃 悔恨 甚至是蹊迹 我假装没看见 招手一字一句对保安说道 仪式快要开始了 让人看着门口 不要让什么阿猫阿狗 再进来搞破坏了 听话我的声音时 陆宁霜绝望之余 情绪激动了起来 她好像认定了 我不会救她一样 挣扎着不甘心地想要跑向我 却被林锦安狠狠地踹了好几脚 然后拽离了视线 我跟陈渝的订婚仪式 举行得很完美 她今天是全场最漂亮的女人 也是我心肩肩上的人 我们在万众瞩目下 许下承诺 互相戴上钻戒 认定彼此的一生 她挽着我的手 笑得像天使一样 端起酒杯 和我一起进四方来宾的酒 仪式结束 陈渝去换衣服的时候 保安来我耳边说 先生 陆小姐在酒店门口 被打得炎炎一息 我挑眉 不言 陆小姐不肯离去 一直在喊着你的名字 不停地道歉 惹恼了林锦安 被打得浑身是伤 现在她一个人被丢下 还在外面不停地下跪 痛哭流涕 祈求你能出去看她一眼 你看外面下雨了 你要出去吗 我冷漠地看了保安一眼 派人把她送回林锦安那边去 别让她死在林家酒店门口 晦气 身后突然有人扑来抱住我 耳边传来小麻雀 叽叽喳喳的声音 哎呀 宝宝你好高冷哦 我好喜欢 我转身嘴角上扬 将她回报紧在怀里 我认得清 谁才是我的余生 那些属于过去的东西 全都淡出在了我的生活里 我跟陈玉忙着工作 忙着恋爱 忙着举行盛大婚礼 之前也听说了不少风言风语 林锦安炒股输了一大堆 听说吃起了陆家老本 兄弟说陆家情况也不是很好 陆家二老七个半死 只不过陆宁霜是独女 只能眼睁睁看着林锦安 拜光陆家产业 听说兄弟上次见陆宁霜的时候 她身上受了不少伤 慕凡 我猜陆大小姐 现在已经后悔得要死了 那林锦安家暴 赌博 酗酒 脾气还不好 我嘱咐兄弟 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这些八卦了 我不感兴趣 在我跟陈玉半个多月的忙活下 婚礼提上了日程 很是声大 结婚那天 我收到了很大一束枝子花 我直接让人丢进了垃圾桶 转眼时 看见卡片上写着 你的世界我来过 可惜了 心中毫无波澜 以前喜欢的花 并不代表会喜欢一辈子 如今我身边的爱人 才是我该养的花 我将要用一生去好好呵护宠爱 携手到老